大家好,星期日是母亲节 今天分享一个有星马特色的沙爹豆腐 我做了一个简易版 如果你不是常常煮饭,山手都可以煮给你妈妈吃 非常之简单,最重要的就是很好吃 我用了盒装的硬豆腐 这里是1磅,我切了厚片,分开了10件 形状最好跟我的切法 我是用即食的花生,要准备1汤匙的花生水 这里还有少许番薯,需要煮一些番薯 放入滚水中,盖上盖子,需要煮得软些 拿干水分之后,把番薯压成蓉 记得,煮得软些 我是用利感记的沙爹酱,一定要混合其他味道 就这样吃是不好吃的 跟我这里显示的调味和份量,开了一个沙爹酱 我是用了吃pancake的蜂蜜糖漿 你不是经常用的,不用买的 去麦当劳吃过pancake,通常都会有蜂蜂酱多出来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加一些花生碎和芝麻,花生碎不能加太多 如果觉得太热,可以加点热水 但不要加太多,1茶匙1茶匙加 未用就要盖住它,不要让它吹干 现在加一些油,烧热一只锅后用中大火,煎豆腐 把豆腐反转另一边后,要加一些油 不要太少油,太少油很难煎得香脆 要每一边都煎至金黄 煎豆腐没有难度,只需要少少耐性 煎至金黄,要适量地加少少油煎 差不多了,煎好了边位全部都是脆的 有多余的油,现在就抹出来,不要紧的 现在就关火了 煎完豆腐之后,锅也很热 要关火等一分钟,让锅稍微降温 然后再加沙爹酱 然后再加沙爹酱 把沙爹酱拌均匀,这样就完成了,是不是没有难度 这个沙爹豆腐,原本那个不是这样做的,我把它简易了 原本那个一定要用多油炸,现在我简易了,只是用小油煎了就可以了 原本那个除了有这个沙爹酱之外,还加了芽菜和青瓜丝 都很好吃,但是做这个简易版,煎了加沙爹酱就可以吃了 有星马的特色,又这么容易,那就煎给你妈妈吃了 支持我的观众,如果你还没按订阅频道 很需要你的订阅,顺便按订阅键,多谢收好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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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hed